台湾鄉親 大家好 我叫江振典 台湾鄉親 大家好 之前在美國讀書的時候 我是生物系學生 我不是法律系學生 學校當中一堆中國人 怎麼辦呢 我就不能太大聲 嗆一下我就穿著這件衣服 每次在上課 碰到這中國人的時候 我就跟他們說我是台灣人 當然不適合說一些嗆一下 不過沒關係 以年輕人的立場 就是好好跟他們談 展現台灣人的堅持跟耐心 不要跟我們大聲嗆一下 你跟我們聊天 好 那剛剛說的學運 其實呢 真的要講一下 不應該叫學運 應該叫清運 或是台灣運動 因為那個不是一個學生 不僅僅是學生運動 他是所有台灣人 中年人老年人都一起 會去參加的運動 所以那是一個台灣運動 那不叫學運 而在學運當中呢 我有衝到立法院 我有衝到行政院 我都有參加 我差點拖走 你知道嗎 我很可惜沒有被拖走 沒有辦法更進一步 我認識到這些律師 這樣子 你應該被拖了 好 那 那 時間不多 就簡單講兩句話 台灣人 不可以放棄 雖然有些 其他國家的人會說 為什麼台灣人 很多人 很多次的運動 社會運動 人數都不多 可能幾百個人 幾千個人 可能講三萬都不到 他們 可能阿拉丁國家可能 不動不動沒有幾百萬 甚至經過有兩千多萬人 在路上 那 台灣人可以怎麼回 可以回答說 我們人雖然不多 可是我們拚了一輩子 我們不是拚一次而已 我們拚了一輩子去 處理台灣的政治問題 所以 我從 我現在是29歲了 從 我還未出生之前 我媽就現在是政治運動 我從三歲就開始上街頭了 到現在 所以我也算拚了一輩子 所以也請大家 各位台灣鄉親 請 有力的 你們年輕的 下一代的 有機會回台灣的話 幫忙跟你的孩子說 台灣的七年先要戰術啊 因為我們會是台灣的未來 大家先進 會是我們這些 年輕人的先鋒 有你們 的想法跟智慧 在帶給我們這些 台灣青年 那台灣人 拚了幾十年的運動 我們拚出了選舉 我們拚出了什麼 我們拚出了選舉跟民主的概念 我們還缺了最後一步 我們還缺了法律這一塊 把台灣民主分成簡單三塊好了 民主 是一個人的 皮 我們的民主觀念是我們的頭殼 我們的想法 我們還缺了一個 要一格我們的法律 我們雖然有選舉的 我們雖然也有民主的觀念 可是我們的法律 還是被操守在那麼短短 那麼少少一兩人手中 所以我們實質上 還是一個獨裁國家 我們是表面民主而已 我們實質還是個獨裁國家 所以呢 一定要靠大家的努力 讓台灣的本質變成是民主 讓民眾可以去實質影響到台灣的政治 好不好 拜託各位 繼續拚下去好不好 不只是這麼兩年三年四年 先讓你們小孩都繼續拚二三十年 給他拚的屎這樣好不好 好 感謝大家